大家好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暗10月27號的改版消息終於出來了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職業特典活動 這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時間 活動期間內70等以上的玩家每天 打30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一個職業特典門票 那職業特典門票這個東西11月3號維修之後 他才會開放來製作 所以他這邊也有寫說11月3號是下個禮拜維修的 就很明顯的就是來撞W的啦 然後你6個職業特典門票 可以做一個轉值追加費用硬幣9個 那一個帳號限定製作一次 那這個轉值追加費用硬幣應該就是可以抵100鑽啦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轉紅祭的話 可能你就可以用9個硬幣來去省下900鑽的轉值費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拿來做6抽高級變身抽卡 但是這個也是一樣是帳號限制製作一次 OK 所以這邊你要看清楚喔 你今天不是說每一隻角色 你 每天 拿到這個特典門票 你都可以用來製作 不是喔 不是喔 那這個重生伺服器 他這邊也有講到說他轉值活動不一樣 製作內容 可能會跟一般伺服器跟基點伺服器不一樣 這個要等之後才會公告所以重生伺服器目前可能就不是這樣子的製作 OK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是下禮拜才是職業卡大轉值 這禮拜就只是先前置作業而已 接下來是阿曼斯塔HT活動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這段期間呢 就是每天的晚上6點到6點15分 阿曼斯塔1到10樓會進行HT 那各樓層會比平常生出更多的怪物 大家可以跟NPC購買這個陰海賽的魔法卷軸 來對 怪物造成魔法傷害 也就是跟之前一樣 你如果沒有買卷軸的話 你可能會打不完 你一定要買卷軸去店他們 你才會 比較快的清理怪物 然後 活動期間內的怪物呢 他是有機率在掉 白武白防的 亞雷克這個活動商人是 提早5分鐘就是HT前5分鐘 你就可以購買囉 接下來是萬聖節的收藏品活動 這持續兩個禮拜的活動 那 這個跟韓版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六四燈以上的玩家 每天打5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 捷克無燈籠的武器箱 跟 捷克無燈籠盔甲 那這個捷克無燈籠盔甲 他是綠裝喔 然後 這次也有惡夢的捷克盔甲 這是藍裝 這個要區別好 因為 你點裝備 兌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武器盔甲都可以用天幣來 跟NPC來購買 然後這次也有捷克無燈籠的項鍊 那一樣都是可以用天幣購買 加9 捷克武器跟加7 綠色的盔甲 你就可以換一個惡夢的萬聖節活動 變身箱 然後這個打開就是 機率萬聖節藍變 或是機率萬聖節紅變 就是稻草人跟捷克無燈籠這樣子 活動收藏品也跟之前一樣 那除了萬聖節變身箱以外 他還有祝福富裕卷軸 萬聖節活動魔法娃娃硬幣箱跟名譽金幣箱 那這邊來講的話 祝福富裕卷軸 他是要加7盔甲 綠色跟藍色盔甲都可以 然後 變身跟魔法娃娃製作硬幣箱都是要加8 捷克武燈籠武器 萬聖節名譽幣箱則是加7 綠盔甲或是藍盔甲都可以 除了這個變身箱是 每一天都可以做一次以外 其他都是一個 帳號一個伺服器一次 這個捷克武的武器就是藍裝 所以說 重生伺服器的玩家 可以 來用一下這個 藍裝 如果你在重生 鐮刀死神沒有藍裝的話 可以把握一下 那製作的變身 魔法娃娃或是 名譽金幣箱 打開是直接可以拿到15000個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一次來講的話 你如果是想要來 衝裝的 如果富裕卷軸或是 三臂箱可以考慮一下 那如果沒有要衝裝的 也許可以出售一下 白武房 接下來是拉拉的燦爛的補給箱 這個是一般經典伺服器的台幣包 持續一個禮拜 然後這禮拜輪到了萬能補充寶石 跟圖龍者變身抽卡包 那這個CP值個人覺得偏低搭 就斟酌購買 然後 捷克武燈籠補給箱 持續兩個禮拜 重生鐮刀死神伺服器才有的 那 2000藍裝 每個帳號可以買4次 內容物的話就是 20罐純白 然後三顆萬能補充寶石 然後三一箱 免運金幣箱 跟一個萬聖節憑證 然後萬聖節憑證兩個可以來做一個 住五住房選擇箱 4個 紅五紅房選擇箱 那因為他這一箱就只能賣4次 所以說 你要考慮清楚你的住五住房跟紅五紅房的兌換 這個就是 難得的重生鐮刀死神的 組合包 我個人覺得 CP值 中間 大家就斟酌購買 接下來是拉拉的神祕卡箱組合包 持續兩個禮拜 然後這是一般跟經典製伏器才有的 那他是有 1000藍裝 兩種 的 組合包 那每一種都是限制 購買4次 內容物就是 五罐純白 11抽 變身包 跟神祕氣息 那如果是娃娃的話則是變成11抽神祕魔法娃娃 神祕氣息目前有兩種用途其中一種用途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 你可以 拿來把Snipe的戒指轉換屬性 對 每一次如果要轉換屬性的話你就要 原本的戒指然後再加上神祕氣息 4個你才能轉成別的屬性的Snipe戒指 那他這個轉換戒指屬性 他是持續到11月24號 可以來轉換 那這一次的轉換戒指的話他是連祝福的也可以轉換喔 那第二個 兌換 就是 4個可以換10罐純白 然後8個可以換一罐屬性萬能藥 當然8個氣息 保底換一罐屬性萬能藥是一個賬號只能做一次而已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一次的CP值你如果沒有要轉換戒指的話 會覺得是偏差的 然後這一次也有活動製作就是10月27號到 11月2號這段期間的6點半 開始 都是可以用龍之鑽石50個加天幣1000萬 來嘗試製作家武祝福的Snipe戒指 那他這個是 跨伺服器是只限制10次而已所以大家就是要搶 那這一次就只有加武祝福的戒指而已喔沒有那個 耳環之類的東西也沒有印章 接下來就是新的鐮刀死神的成長藥水組合包這持續一個禮拜 那他是有分一般伺服器跟經典伺服器的所以 我這邊就介紹一般伺服器就好 經典伺服器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相差不多啦 那這一次的組合包的部分他是有分 三包一個是死亡騎士 純白萬人藥跟萬聖節 那首先來看一下死亡騎士2000藍鑽 限制販售4次 那內容物有22罐成長藥水 然後11抽最高級變身抽卡 那這個11抽最高級變身抽卡你如果抽到紫色的話 就只會抽到 聖霧七黑跟烈焰這樣子 然後以及這個閃亮的鐮刀死神 平陣一個那閃亮的鐮刀死神平陣可以拿來幹嘛呢 他可以拿來篩卡池 兩個可以HP吸收又或者是藥水回復率加2% 或是藥水回復量加2 那兩個的都是持續兩個月的卡池 4個才是永久卡池 PVE傷害減免加1跟HP加50 然後你也可以拿來製作這個祝福聖水 兩個可以拿來祝福 兩罐大的祝福聖水 然後以及 4個你可以拿來 再做11抽最高級變身抽卡包兩個 然後一樣是你如果抽到紫的話 使其是烈焰震霧跟那個漆黑 OK那這個都是100%製作成功 一樣是可以11月24號是前製作 然後接下來第2包的話是純白萬人藥 一樣是每個帳號限制購買4次 那內容物就是 從抽卡包變成50罐純白 所以50罐純白2000藍鑽的組合包目前已經出現第2次喔 大家如果有 缺的大家要把握 第3包的話 則是 變成萬聖節變身抽卡券 OK那這個萬聖節變身抽卡券的部分 保底萬聖節的變身藍變 到萬聖節的 特殊紅變這樣子 這個東西是機率的啦 所以我個人覺得你如果有缺這5個 萬聖節藍變的話 再來考慮購買 好那除了這3種組合包以外 你也可以花3000藍鑽來買44個成長藥水 然後3000藍鑽的話就11箱 但是這邊 我覺得他有打錯 因為這個 成長藥水箱11個 正常來講應該 一個藥水箱應該要開到3個成長藥水才對 因為他一個成長藥水箱 售價是300藍鑽 他這邊是寫1個啦 但是下面又寫3個 所以這個還是要看一下遊戲內他到底是想怎樣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3個啦 然後這一次的 馬普樂憑證無視減傷可以用潘朵拉收藏品碎片進行替代 24個就可以開啟這個無視減傷的馬普樂憑證 然後這一次用成長藥水製作的這些 任務卷軸 你可以消耗龍之鑽石來獲得 更高的經驗值以外 你還可以拿到這個瑞克尼的成長憑證 那這個瑞克尼的成長憑證 你是可以 用6個 然後換一個瑞克尼的神秘的成長藥水 那一個賬號限定 兌換50次 那這個是到明年4月27號之前都可以兌換的 那這一罐 成長藥水的經驗值是3億多 那這一次的維修 他目前時間出來了到早上7點半 希望不要延後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 10月27號的更新重點分析啦 下禮拜 天堂W出來 然後目前已知台服 會出職業卡大轉職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 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 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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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